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繼續聊一下 我們BLOSTAR 荒野亂鬥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主要來說 最近的話 好像是把我們的關卡拉到了 我們六個關卡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 六個關卡都可以拿我們大硬幣 那這邊也有一個全新的模式 首領群攻戰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拿一下 我們大硬幣 看一下 把我們的卡爾卡到更高杯 這樣一點點 只要他倒了兩百杯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開一下我們的寶箱囉 那就先來玩一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礦3模式 看你三分取得好成績囉 目前來說 我們說六個大關拉 所以就有六個大硬幣可以拿 所以其實對我們的寶箱來說的話 應該還算是一個不錯的累積方法喔 那這場的話 我們隊友是我們的Poker跟我們的吉恩 看一下能取得好成績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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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這邊先捲一下喔 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邊是雪莉一隻 然後應該會把我打死 我先看一下在那邊繞一下 繞不開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 他們對面是已經先吃了兩個礦3的寶石喔 我稍微會比較有一點小尷尬 但吉恩是順利的把雪莉給打死囉 然後我們可以先吃一個礦石 對面是有滴答的喔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很干擾喔 那我們就偷偷的先吃一些礦石 然後打個蝴蜜錶 這邊我覺得我們的吉恩到時候應該是可以把 就是對面的可能比較多礦石的拉過來啊 所以應該還算是可以喔 好 我先小心一點 那邊有一隻雪莉 雪莉這邊是有大囉 所以要小心一點 喔他逃走了 目前3比4 而且他應該要開我大 果然是開我大了 不過我們這邊應該可以把他捲死 沒問題 捲死之後呢再把礦石捲起來喔 這邊我們也是順利的把對面給打死了 所以可以好好吃一下那礦石 因為吉恩給他要小心一點點喔 就先不要這麼急 好 拉過來了拉過來了 這邊我們協助了我們吉恩把那個打死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炸死是我沒有拿礦石的人喔 所以應該還算是可以 好 雪莉來了 哇 這有點尷尬 我們就過去 然後旋轉一下 哇哇 旋轉跳躍我被殺死了 哇尷尬了這邊 這波的話算是我自己一個失誤 然後導致了一個自殺的局面了 也不是很好 但是這邊的話感覺應該是可以吃完喔 嘿 波殼這邊是把那個礦石全部撕回來了 然後他不要死的話應該都還有小小機會 哇 好險喔 我剛剛一個自殺式攻擊欸 這邊是有點慘喔 好 吃了一個 我們還差兩個寶石 第一場都打那麼激烈喔我的天 好 不過我們就慢慢吃 不用緊張 慢慢吃慢慢刷 慢慢吃慢慢刷 反正他們現在血很殘拉 有有 全死兩隻 我上次過去吃完這邊就沒問題了 來死了 來死了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倒數就可以了 14啦 14比0我們就不要再過去了 Poker 我覺得不要過去了 不要過去會比較好喔 沒問題 這邊的話就等到最後應該是可以取得這場的勝利囉 哇 第一場就搞這麼刺激我的天 不過這邊的話是沒有問題的囉 直接取得我們大硬幣 來 這邊的話 6個大硬幣的話 其實一天的話要打的滿多場欸 但是基本上寶箱真的很好打喔 好 那現在換我們的荒野生存動模式喔 那今天荒野生存動模式的話是我們的補血菇模式啦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取得我們的好成績 那其實這樣的話 6個關卡有6個大硬幣的話 基本上要累積我們的那個大寶箱應該是還滿簡單的 你基本上 2天就可以取得一個大寶箱的感覺喔 好 我們就小心一點點 反正這個模式的話 就是看誰能夠活最久喔 喔 好好 我先走 我先走 我不跟你們打了 我要我要留到 我要留到第4名 我留到第4名 不要搞我 拜託 我錯了 不要打我 我要留到第4名 呵呵 我只是想要第4名拿個大硬幣就走了好不好 拜託 讓我活著 好不好 我們就歸到最後好不好 最喜歡玩這個 換野生存動了 因為很好拿 你知道第4名就可以取得我們的大硬幣 還算是不錯喔 就是比較 安穩的拿杯法啦 就是蘇辣戰法好不好 我覺得蘇辣戰法其實還算可以喔 呵呵呵 我知道大家很不喜歡蘇辣大法 但是我覺得蘇辣大法對我來說的話 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戰法 目前還剩下8個人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也有那個補血菇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先安穩一段時間 感覺大家也都在歸啦 所以基本上 這個模式大家玩法好像都差不多 反正最後的話就是剩下4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出去自殺 然後趕快讓我們就是趕快結束這回合這樣子 呵呵 好 只剩下7個人 沒問題 快快快 再死多一點點 但是第一名還是會加比較多杯啦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可以拿第一名的話 就是去拿第一名會比較好喔 好 我們這邊的話可能要換個位置了 小心點 怎麼都沒有人死 有有有 剩兩個 應該是一波大激戰當中囉 有有有 剩一個 快快快快 快 阿不要是我就好了 再死一個 OK 然後我們過去自殺 增加我們遊戲的速度喔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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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搞不好其實還可以捲一個魚翁之力喔 我覺得 來了 防護罩好啦 直接被他打死 哈哈哈 好 我們第四名呢 直接快速的取得我們的大硬幣喔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換回是我們亂鬥足球模式啦 那最近的話感覺亂鬥足球模式跟我們機器人的攻防戰模式是可以一起並行的 因為之前來說的話都是這兩個模式挑一個出來放啦 所以搞不好是因為他們就是還在測試階段 然後測試完畢之後就把他們全部釋出的感覺了 所以還算是不錯 那目前來說因為有六個模式所以就打得很High啦 你一天就可以拿超多東西了 真的很爽 哇 我們這邊有點慘 我們是被針對了是不是 怎麼會一直來打我們呢 呵呵 然後我們隊友怎麼 怎麼突然就死光了呢 哇哩哩 完了 這邊的話有點小尷尬喔 好 傳球是傳到塔拉身上 然後這邊直接把我們蘑菇藍給撞掉了 撞掉的話就不是一個好事情了 先把他解決 欸欸欸欸 你不撿球喔 我的天 喔喔 他是準備要趕快過去打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喔 我們今天可以撿血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再把我們的那個 敵人給殺死喔 我們就有機會再打一波攻勢 塔拉捲一下 水 我們也被捲了欸 但我們這邊球..啊 球沒有帶在身上 不然剛剛那一踢應該是可以的 那對面的滴答沒有在動喔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NICE 這邊是被鎖住了 鎖住一波 然後我們被炸了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一段時間是被往前頂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們怎麼全部死光了 哇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是順利的守住這一波也是很驚險喔 這一波真的也是一個很驚險 然後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踢了 哇 這邊不行 應該要傳球了 尷尬 去去去去去去 還打我 去去去去去 這一波 哇尷尬 我還閒 喔齁齁齁 緊張四季 這邊的話這一波是很OK的 喔 好險喔 哇哇哇 不要被捲 不要被捲 捲到就很麻煩 我們拿到球了 我記得有一隻 先打他死 反正我們現在壓力是在他們身上啦 因為他們現在是沒有那個的 不能再輸的感覺喔 不是啊 你球也踢太遠了吧 喔 快把他們打死 快快快 快 一波嗆死 再見了 喔 絕殺球沒有學到喔 這邊對面艾爾普林波是出來拿到的 蠻可惜的 喔 這個捲得好 我們再開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撐到時間到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把球拿好 把球拿好 我們就贏了 喔 這也是很緊張的一場欸 我的天 喔 nice 剩下最後的4秒喔 3 2 1 應該是可以贏 水啦 哇 這場也是很刺激 好 那我們這場金庫攻防戰的話 隊友是我們的BB再加上我們的保利 來看一下能不能取得我們大硬幣啦 對面的話是我們的卡爾還有我們的佩妮喔 基本上的話也是會建塔的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 他們可能只是用塔來打我們的金庫也是有可能的 我先捲死了一隻 然後這隻卡爾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我們先是他跑時的距離 5點血打點那個消去戰喔 目前來說感覺我們打的應該會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我們隊友是回來了 雖然被我們的卡爾打到滿了 我居然還被打死我在幹嘛 哇塞 不過這邊的話打成一個7比7比7比8啦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應該是還行喔 哇 對面只有一隻卡爾就把我們打到7比8了 有點多 目前來說的話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再打一波 BB nice 我們先捲捲捲捲過去了好不好 我們先過去 然後先刷個幾下 先刷個幾下 先刷個幾下 63比71 可是這邊對面卡爾是過來了 我們BB的話這邊好像是剛復活 因為我們好像是死掉了 那看一下他們加PPG BBG才打我們 就是PP 好 目前來說應該是可以解決掉 然後目前是54比51 繞一下喔 繞一下喔 好 沒問題 這邊已經被打開了欸 被打開就好了 我就可以各種繞了 走出來 打一下 走回去 打一下 打一下 可以開開 應該有機會 風捲風 捲捲捲 再打 好 先走先走 然後刷 螺旋刷法 螺旋刷法 刷 螺旋刷法 奪奪奪 刷 刷完了 沒有問題唷 這邊的話取得我們勝利啦 阿姨 哇 得來不易啊 我的天 好 再來的話就換我們最新的模式 光靈群弓戰 不是說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玩我們今天最新模式啦 手頂群弓戰 看一下裡面是在玩什麼東西喔 這個的話應該是 跟機器人有關的啦 因為沒有玩過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是在玩什麼東西喔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最後一個模式是我們這個全新的模式 手頂群弓戰 那基本上是沒有玩過這個模式啦 所以我們就先來玩一下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囉 好 那這邊的話有一隻大機器人啦 然後盡量對手頂造成更多的傷害 所以應該是要每一個人 每一個英雄各自為戰 然後地板上是直接出現了我們這個方塊喔 所以應該是要趕快去打那個機器人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取得更多的傷害這樣感覺喔 但是這邊的話路上會有一大堆就是別人會來打你這樣感覺 這模式其實是要打機器人的 不是要打人的喔 好 我們就先 先消除一下障礙 我們要盡量打多一點機器人的樣子喔 因為它才是一個主要的目標 但是我現在半下都沒打到欸 機器人不要跑好不好 喔喔喔喔 有點強欸 說真的 而且我們這邊只要太靠近的話都會去用到那個 幹得好繼續跑池 不是阿 打機器人啦 你在幹什麼啦 會不會玩啦 欸 真的 欸不知道現在這些人是怎樣 你是不是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脖子 要你打機器人你打我幹嘛 大哥 然後不知道機器人如果就是 不知道機器人如果我們被打死是不是要重新打機器人的樣子 反正我們就盡量的就是打多一點機器人 阿你打死別人的話他們會減少那個方塊啦 喔 好麻煩喔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用一些就是炮火的 就是打遠攻的武器的或是用我們的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有炮台的 先打一下機器人 刷個幾下就好了 反正我們應該 應該只要在名次內的話應該就可以機會拿到我們大硬幣喔 因為我主要是要拿大硬幣喔 喔這邊有三個那個方塊欸 先吃一吃 有有吃吃吃 還可以繼續努力喔 他這邊的話右上角的字會告訴你你自己的那個 就是大概分數落在於哪邊喔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要盡量就是 在那個就是還可以的範圍 你應該才可以拿到我們大硬幣的樣子喔 那邊已經變成 輸死戰了 已經在互打了你知道嗎 我的天啊 我要刷一下機器人 賣腦喔 我要刷機器人喔 欸真的是很麻煩欸 你們 這模式到底是要怎樣 是要協力還是要怎樣 搞不懂欸 真的有點煩欸 賣腦阿赫 這個人不動欸 不想玩了是不是 殺死他 拿更多方塊去打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然後就是看誰就是打最多傷害 然後機器人死掉之後結算一波吧 這個也是一個蠻麻煩的東西欸 但是感覺拿一些分數應該蠻好拿的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要努力把他打死 我現在傷害應該頗高喔 1300多 刷刷刷刷刷刷刷 但我們盡量就是不要被打死啦 因為被打死的話你斑塊就要重新累積了 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 太強能撿到尾刀 哇 這邊的話還可以繼續努力 不知道會不會拿到大硬幣喔 希望是會第五名 第五名會不會沒大硬幣啊 哇 真的沒有大硬幣欸 這有點難打欸我的天 好 那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努力 我們這邊的話終於是打到了幹的好喔 那這邊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話 它的上面右下角會顯示就是你目前處於一個領先啦 那如果都是在你保持得很好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前四名或前三名了 真的是有點難搞 因為我打了多少場基本上都是第五名的啦 所以這個模式的話我覺得是很好玩 但是其實還蠻費死的說真的 但是基本上還算是蠻好玩的局面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玩一下我們這新的模式喔 松嶺群攻戰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卡爾爬到我們173杯了啦 再過明天的話應該是可以順利的來 就是達到我們200杯 我們就可以來抽一下我們的箱子囉 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啦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有玩一個全新的模式囉 那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個松嶺群攻戰還蠻好玩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早上時間中午12點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都會有影片喔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在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